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 很快在教宗方济国所开始的世界穷人日 已经进入第四届 而今年的世界穷人日将会是今个的主日 11月15日 而这个主日 我邀请着所有的堂区 由堂区神父所带领底下 他来在讲道 又或者在很多的培育 或者分享里面 都能够提醒一些教友 这个世界穷人日 教宗方济国写的一篇文告 而这篇文告的主题 是叫做向穷人伸手思维 他叫我们 也来妥善地准备 他来辨认一些穷人 在他们有需要加以辅助的 而教宗呢 运用了德分篇里面 他来提醒我们 关于这个关注穷人 我们都知道 现在在这个社会里面 充满着很多物质主义 很多的享受主义 还有这么繁华的话 去来关注穷人 似乎看上来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很多时候分了心 又是太忙的关系 但是不代表着我们 不应该要去来 关注穷人 刚刚相反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 经常疏忽了的话 我们都要问一下自己 怎样才能够辨认得到 我们旁边是有需要的人 以及怎样去来协助 援助下这些人 出什么力量 可以帮助到他们 教宗说 基督徒团体蒙照参与 这份分享的经验 意识到我们责无旁贷 为了成为穷人的支柱 他也提议我们 首先要做的 就是我们自己 要活出福音劝语里面的贫穷 我们自己活出这个神贫的精神 那我们才能够开始 去来注意一下 旁边有需要的人士 来寻求一些的方法 当然我们知道教会到现在 不能够完全确实地 全面来解决这个贫穷 但是我们教会 也都藉着基督的恩宠 作出见证和分享之举 而感到有义务 为缺乏生活所需的人 来提出 请求的 而在澳门的教区 也都很多谢 有些的修会 有些的堂区 也都开始了 有这些的工作 例如 在乐人会 在圣药室 一个的劳工堂里面 也都有住 一些妈妈 一些的 Boters Mill 又或者是花地马堂区 又或者是花地马堂区 我们也都看到很多人伸出了一张手 有多少的医生 有多少的护士 有多少的医护人员 很多的警务人员 又或者消防的人员 甚至很多的义工 这一日所形成的 贫穷的人 特别我想到到澳门 虽然灾情 受到控制的 但是 也都想一下 有一些的劳工 他尤其是在外地来的 他们因为不是澳门的居民 未必得到政府 很多的帮助 但是他们也都离开不到 回到他们家 滞留了在澳门 所以现在 也都很多的志愿团体 去帮助这些这样的人 希望我们都能够伸出双手 我们希望 恳求圣母玛利亚 天主之母 众穷人之母 母亲的陪伴我们 每一日 与穷人相遇这个旅途 愿圣母玛利亚的转土 能将伸出的手 化为分享的拥抱 重新沉获手足之爱的相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потребoth orfezie Jong 长官 正 情 优优独播剧场 겠습니다